一 二 三 再来听一听 我是小山羊 对了 打扮好了 去参加蜗牛聚会咯 我的房子摔坏了 是谁啊 小蜗牛 你怎么了 我的房子摔坏了 别着急 我来帮你治个新房子吧 小蜘蛛 小蜗牛 你怎么了 小蜗牛 我的房子被树叶弄坏了 别着急 我们来帮你建个新房子吧 我们来帮你建个新房子吧 小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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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是你的房子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的房子坏了 我不能参加蜗牛 好聚会了 别着急 我来帮你吧 我也来帮忙 我也来帮忙 嘿哟 嘿哟 小男孩 做手工 做呀做呀做好喽 新房子 真漂亮 哇 我的房子真漂亮 谢谢大家 我可以去参加 我可以去参加蜗牛聚会了 小虎智力玩具 小虎电话机 爷爷 快一起来玩吧 好 乖孙子 听好 嗯 好 这次要找到 黄色的正方形 在哪呢 找到了 真棒 再来听一听 这次要找到绿色的圆形 这次要找到绿色的圆形 肯定是这个 哎呀 爷爷 我再试一次吧 哈哈哈哈 这回要好好看哦 这次要找到 数字四五六 让我看一看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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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孙子 可是图形数字 小超人 哈哈哈哈 爷爷爷爷爷爷 那这是什么 快点一点吧 好好好 好 我是大师 和我一起来午觉吧 一二三 再来听一听 我是小山羊 三岁 我三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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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机实在是太好玩了 哦 耶 六七八九十 一起学书书 快来一起玩吧 快来一起玩吧 小朋友 现在就拿起手机 给我打电话吧 等播到大营养时 要离耳朵远一点哦 我等着你呢 拜拜 拜拜 这里怎么有个洞啊 我先去看看 琪琪 你在哪里啊 哎呀 谁抓了我的耳朵 是岩鼠先生 你好 岩鼠先生 我是乔虎 乔虎 琪琪 你们好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岩鼠先生 我们从地上掉下来的 好 你们跟着我走 我把你们送回去 好 哇 地下世界好漂亮啊 哦 那边有好多人呢 我们也去看看吧 嘿嘿 嘿嘿 大家好 欢迎参加一年一度的厨艺比赛 今年的参赛选手都非常厉害 我们请他们一一出场 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兔子大厨 今天我要煮一锅美味的胡萝卜汤 哈哈 胡萝卜可是我们地下的宝贝 看 多美味多可爱的胡萝卜汤啊 哇 哇 大家好 我是田鼠大厨 今天我要用地下的另一种宝贝 土豆 给大家做一盘土豆饼 哈哈哈哈 今天我找了一个最大的土豆 这样就可以做一个超级大的土豆饼 大家都可以吃了 嗯 大家好 我是蚂蚁大厨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份烤红薯 红通通 软乎乎的 又有营养 是我最喜欢的地下食物呢 和号刚刚好哦 哈哈哈哈 比赛时间到 大家一起来品尝吧 喜欢谁做的菜 就把票投给那个人哦 哈 小姑 我们一起尝一尝吧 烤红薯看起来真好吃 我想吃土豆饼 嗯 那我就去喝胡萝卜汤吧 哈哈哈哈 土豆饼真好吃 我要把它吃光光 嗯 烤红薯真好吃 我要把它吃光光 哈哈哈哈 胡萝卜汤真香啊 我要把它吃光光 味道香 营养好 食物食物我最爱 全部吃光光 味道香 营养好 食物食物我最爱 全部吃光光光 嗯 主大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比赛真有意思呀 吃得好饱呀 小虎 琪琪 马上就要到出口了 打开这扇门 你们就可以回到地面上了 谢谢你 人鼠先生 再见 哇 终于回到地面上了 小虎 今天真开心 是啊 琪琪 原来地下有这么多有趣的动物 和好吃的食物啊 妈妈 我会把饭吃光光 爸爸 我会把饭吃光光 妈妈 晚安 巧虎 晚安 哈哈哈哈 爸爸 晚安 琪琪 晚安 陛下世界真有趣 烟熟先生 晚安 父亲节特级 我的好爸爸 父亲节特级 我的好爸爸 真的很伟大 努力工作为了家 多么辛苦啊 我会把饭吃光光 家宾 我会把饭吃光光 打开我 我会把饭吃光光 也会把饭吃光光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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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我的好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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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伟大 努力工作为了家 多么辛苦啊 养育我长大 陪着我玩耍 我要亲亲你的脸 我的好爸爸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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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爸爸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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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爸爸 我的好爸爸 乔虎和琪琪的故事 一 宝宝有礼貌 给你 这个时候 该说什么呢 谢谢 好想玩呀 这个时候 该说什么呢 借我玩味儿吧 好痛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该说什么呢 对不起 到家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该说什么呢 再见 谢谢 琪琪 送给你 这个时候该说什么呢 谢谢 好想玩啊 这个时候该说什么呢 琪琪 借我玩玩吧 好 给你 这个时候该说什么呢 对不起 没关系 这个时候该说什么呢 再见 再见 这个时候该说什么呢 地下有许多有趣的小动物呢 你看 他们来了 可爱的小小天树 脑袋圆圆最二肩 一起善善打个招呼 你好 你好 我们是可爱的小天树 哇 琪琪也来了 大家好 我也有许多地下朋友 你看 他们来了 可爱的小小蚯蚓 可爱的小小蚯蚓 身体长长 头儿圆 一串串串 一串串串 打个招呼 你好 你好 我们是可爱的小蚯蚓 还有哪些地下动物呢 我们是可爱的小蚯蚓 可爱的小小蚓蚓 推而吸吸 力气大 嘿哟 嘿哟 打个招呼 你好 你好 我们是可爱的小蚓蚓 再见 嗨 大家好 我是小怪兽 牌牌 一起来玩牌序的游戏吧 吃棒棒糖咯 咦 一只漂亮的大盒子 盒子里应该是哪只棒棒糖呢 是这只 答对了 工地上开来了很多卡车 接下来应该是哪只棒棒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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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对了 瞧胡 小朋友 我们一起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 好 不要睁开眼睛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时间到 睁开眼睛吧 爸爸 今天是父亲节 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爸爸 我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祝你父亲节快乐 谢谢瞧胡 小朋友 父亲节 你想送什么礼物给爸爸呢 想一想 我们继续看DVD吧 小出敬词寺宋林子方 小出敬词寺宋林子方 南宋 阳万里 避静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雨四十桶 接天连夜 无穷碧 映日荷花 别样糊 避静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雨四十桶 节天连夜 云日荷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 好棒啊 小怪兽思维乐园 排序二 大家好 又到了排序的时间了 大家排着队出来了 小狗 小猫 小狗 小猫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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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猫 小狗 车子们要去工作咯 消防车 救护车 救护车 消防车 救护车 下一个是什么呢 救护车 消防车 救护车 消防车 消防车 一 二 三 再来听一听 再来听一听 喵 喵 喵 我是小山羊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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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